大家好 欢迎来到电影末故事 我是末沪君 作为天朝观众 国内什么样的清空影视剧 我们没见过 但最经典影响力最大的一部 却是一个老外排的 这就是1987年意大利名导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指导的末代皇帝 这部由尊龙 陈冲等人主演的 宏大史诗剧作 讲述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溥仪命运多舛的悲剧一生 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导演 改编剧本等九项提名并全部获奖 本片还创造了几个第一 它是1949年以来 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 在中国拍且关于中国的电影 它也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允许 在紫金城内拍摄的故事片 它还是第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 奥斯卡最佳影片 从获得的那么多的奥斯卡奖 你们就该知道 这篇可奖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中国的苏聪 日本的版本龙仪和美国的 大别拜恩三人合力创作的 中西结合的经典配乐 再比如极为考究的摄影和浮华道 而在第二期解读经典里 我想要聊的是末代皇帝中的色彩 我先给没看过这篇的同学 简单梳理一下剧情 末代皇帝用双线交叉叙事的方式 讲述了溥仪的前半生和后半生 影片开展的1950年 一列载着战犯的火车抵达满洲里车站 面如死灰的战犯溥仪下了火车 陷入绝望的他溜进车站卫生间割腕自杀 溥仪看着镜中的自己陷入回忆 1908年 溥仪母亲托付如母 把三岁的溥仪送进死心城 在紫禁城内皇后居住的昆宁宫 命不久矣的老慈禧宣布溥仪为宣统皇帝后就归天了 三岁的溥仪在太和殿上登基 并拿走一个大臣的蟋蟀丸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紫禁城外天翻地覆 紫禁城内的小溥仪却一无所知 直到他的胞弟溥杰告诉他 军阀混战期间的1919年 苏格兰人庄士敦进攻成为溥仪的老师 为溥仪打开了西方新世界的大门 也让溥仪愈发想看看紫禁城外的世界 1922年溥仪与陈冲实演的皇后婉容结婚 淑妃是文秀 1924年 19岁的溥仪被军阀冯玉祥的兵马赶出了紫禁城 终于摆脱了这个困住他16年的牢笼 1927年 溥仪跑去天津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 文秀和庄士敦在此期间相继离溥仪而去 1934年 日本吞并东三省 想复辟想疯了的溥仪执意去长春 再次登基成为维满洲国皇帝 沦为日本人的傀儡 而婉容也在日本女特务的影响下 染上了毒品 逐渐堕落 1945年 日本投降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抓到了准备坐飞机逃跑的溥仪 然后就到了电影开头的现实时空 自杀未遂的溥仪被关进 俯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并逐渐开始坦白自己的罪行 1959年 获特赦的溥仪回到北京成了一名花将 1967年文革期间 溥仪冒冲进游街队伍 为当年的管理所所长据理力争 同年年迈的溥仪花一毛钱门票 回到了老家资金城 在他曾经登基的太和殿 为了给管理员的儿子证明自己是中国的皇帝 他拿出了60多年前的蟋蟀给小孩看 小孩看到蟋蟀后再回头看溥仪 溥仪却消失了 影片就在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中结束了 至此我已经概括了电影中溥仪人生的 几个主要阶段和重大事件 而本边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也用不同色彩渲染不同阶段 开场沦为战犯的溥仪处在人生中最绝望无助黑暗的阶段 因此摄影机故意从站台里拍火车 好隔绝大部分阳光和天空 从车上下来的溥仪大衣和帽子也是黑灰色的 摄影和服装让整个场景颜色压抑灰暗 反映出溥仪的心如死灰 再者俗话说三岁看到了 好电影的开头三分钟也经常奠定了故事走向和影片基调 开场的灰暗已经预示了溥仪一生的悲剧色彩 在戈外自杀时 灰暗了好几分钟的画面终于出现了鲜血的红色 紧接着溥仪回忆中的画面也是红色 回忆中第一个镜头打开的大门还是红色 而回忆中的红色是不饱和的暗红 暗示了母子分离对年仅三岁的溥仪造成的精神创伤 而红色也代表着生命中的最初几年 科学家表明红色可以激起强烈情感 比如斗牛市就用红布来让观众看得更刺激更兴奋 所以这里红色的作用就是激发你潜意识里一些很情绪化的东西 你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是什么 当溥仪进入紫禁城去见慈禧时 宫内宫外的画面都是橙色 这个橙色象征的是家庭 象征紫禁城就是溥仪年少时的家 后面太监给小溥仪洗澡 或者只要是表现小溥仪在宫内的生活 画面大多是橙色 但这个橙色也是不饱和甚至有点诡异的 象征着溥仪的家庭生活其实是扭曲的 比如溥仪的乳母被迫离宫 溥仪再次遭受惨痛的母子分离时 画面就是一整片惨淡的橙色 在登基仪式上 画面的主色调是黄色 黄袍黄毯和殿外飘扬的巨大正黄色帷幕 都加强了溥仪的皇帝身份 外景的阳光普照也让整个色调饱和温暖起来 暗示了在溥仪的回忆中这段登基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不过这段其实挺讽刺的 三岁溥仪的渺小身影和群臣扣手的庞大场景形成了一种强烈对比 暗示溥仪其实是被历史的洪流席卷而身不由己 当群臣高呼万岁时 小溥仪却只对蟋蟀感兴趣 尽管溥仪童年时的画面大多是黯淡的橙色 但当他长大一些后遇到外国老师庄士敦 画面的颜色就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画面整体变亮 画面中树木的绿色增多 外景也多是晴朗的白天 这象征着庄士敦为溥仪带来了新鲜的事物和思想 打开了他的眼界 启发了他的心智 为他沉闷压抑的宫廷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光明 而当溥仪和婉容成亲时 整个画面又变回了刚进宫时大面积的红色 但这次是更鲜艳饱满的红色 代表着性和爱这种激烈亲密的情感 在他被驱逐处紫禁城的那场戏里 天空晴朗光线充足 成年的溥仪一身帅气白色衣装和婉容打网球 这种从场景到服装的亮色预示着 离开紫禁城对溥仪来说是一种解脱 虽然做不成皇帝 住不了宫殿 但他终于自由了 后面他挽着婉容离开紫禁城时 婉容惊慌失措 溥仪却异常淡定 也能证明这一点 离开紫禁城后到了1927年的天津 溥仪成了一个花天酒地的花豪公子 虽然看似自由潇洒 但其实他唱的这首歌《我忧郁吗?》 才是他真实的内心写照 说明离开紫禁城后的生活 并不如他想的那么快活 在他和文秀宛容坐车的这场戏里 幽蓝的冷色调也让画面 弥漫着一种忧伤的情绪 而英文中的blue蓝色 本来就有忧伤的意思 为文秀在车上和他提出离婚 做好了气氛上的铺垫 后面宋别与他感情深厚的 庄世敦老师时 两人在车里的画面 又变成了开场的灰暗 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庄世敦来时为溥仪带来了光明 庄世敦去时 溥仪又重新陷入灰暗 当庄世敦告别时 夕阳下的暖黄色调 好像在为溥仪追忆 那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 并悬眼出一种 与恩师离别的惆怅 而在庄世敦离开后的这场戏中 背景变成了更深幽的蓝色 前景的溥仪几乎成为剪影 台词和颜色的组合 更加确定了溥仪忧伤的原因 当不成皇帝 原来真的很伤 在紫禁城当皇帝时 他说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到了外面他又想做回皇帝了 果然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后面在维满洲国皇帝登记仪式上 画面颜色和第一次登记时相似 也是黄色为主 但这一回已经不是第一次 饱和度高的明皇 而是饱和度偏低的土皇 暗示溥仪表面上重回巅峰 但其实只是日本人的傀儡 而苍茫的黄土和呼啸的风声 也好像在为溥仪感到唏嘘 等到后面溥仪皇帝梦彻底破灭 被关进战犯管理所时 大部分的内景都是暗淡苍白的 外景更是经常出现白雪 这种冷淡的颜色 不仅象征着曾经享受 荣华富贵的溥仪在物质上变得贫乏 也是一次品性和灵魂上的洗礼和改造 他与过去五光十色 跌宕喜福的生活彻底说白白了 从管理所被释放做了花匠后 画面变得温暖清脆 象征溥仪一生中最平和的一段时光 文革时期通过红灯形绿灯亭的错位 讽刺那个颠倒黑白 倒行逆时的疯狂年代 而文革批斗游行戏选择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拍 并且又高饱和的鲜艳颜色 为的是突出那个场景的荒诞不羁 而影片最后 当年迈的溥仪再次回到紫禁城时 画面又变回了暖橙色 之前我说过橙色代表家 走到人生尽头的溥仪 重新变回三岁的自己 回家了 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 解读的怎么样你们来评判 但我相信一点是 大师级作品中的每个细节一定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不可能毫无意义地出现在画面里 比如为了用色彩来表现溥仪人生的不同阶段 摄影师维托里奥还为本篇特意设计了一份色彩故事版 用颜色来浓缩一个人的一生 如果让你来选择 你又会用哪些颜色谱写你的人生呢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解读就关注 投币 收藏 转发 评论 这个流程走一波 还想看我解读哪部经典电影 就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